广东省公布未来15年的国图空间规划 包括建设护心广次元浮列车 内地传媒报道 广深段极可能是首先兴建 未来有望接入香港的西九龙站 这款新型持浮列车的试验线 上个月在四川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启用 设计时速可以达到800公里 高速池源浮列车成为日后交通发展的方向 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发布广东省国土空间规划 2020到2035年并向公众资讯 规划首次提及将会预留土地 兴建户深广高速池源浮 同经港澳高速池源浮的通道 如果项目落实以时速600公里计 到时坐池源浮列车 由深圳到上海只需要两个半钟 时间和搭飞机差不多 深圳到北京就需要大约三个半钟 被搭高铁省了一半时间 内地传媒报道 沪深广高速池源浮 极有可能首先兴建广深段 并会选取广州东至深圳 湘密湖东站 报道又说未来有望接入香港西九龙站 交通运输部在去年8月提出发展智能高速动车组 开展时速600公里级高速原浮列车研制和试验 在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 另外规划也提出全省的常驻人口将会以大约115万的年均速度增长 去到2035年达到1亿3千万 无线电视记者曹嘉宾报道